天童和你聊聊你的電影 你的一路的經歷 很多不同的路讓你走過 現在最喜歡的我相信你都是音樂 因為你是一個音樂世界 自己有作曲、有作詞 你有很多音樂都是我很喜歡的 也有很多廣大的聽眾都聽過 你這些音樂是怎樣有靈感 可以拿到靈感讓你作曲呢 其實我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一個 一個作曲的經歷 好像打比方 我在香港有些人熟悉的就是 《啤酒與炸雞》 好像這首歌是很快的 整個感覺是 我一在鋼琴彈幾下 整個音樂已經差不多出來了 這首歌很好聽 因為我剛好想寫一首情歌 一首比較甜蜜的情歌 那個靈感一來就來到 好像有些是不同的 有些是很搞笑的 有些是突然有幾個 有一個是寫的位置 可能是你剛好想到的 我可能有些時候就錄下來 可能現在我們的電話很方便 先錄下來 然後開始在琴上 用一些媒體玩 玩出不同的感覺 很多不同 所以音樂其實都很神奇 你說音樂帶我可以抒發很多內心的一些感情 我相信Bosco 三少女也是 你們是很喜歡音樂 是嗎 那次也是很開心 我覺得你們有很多不同的突破 其實你在演出上 我覺得非常非常佩服你 還有那次我的音樂會裏面 有機會可以和你們金城四少 你們可以一起玩 很開心 真的是幾兄弟一起玩 很開心 我又要講一講你 不要講我 我覺得你其實是很有 passion 去做音樂 其實我覺得灣區如果是有你 是可以帶動到更多音樂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一起 看看如果有機會 我相信我們當然了 接下來我一定會有很多機會 我要跟你學習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一起互相分享一下 音樂上面 踩一下歌 希望下次你上來我節目的時間 我們可能兩個吉他 在這裡 踩一下 一起唱一下幾首歌 一定是 說回你 都是 你音樂上面 作詞你的靈感是來自哪裡 因為作詞真的很難 我自問我廣東話的填詞就不是很厲害 因為廣東話填詞就押韻上很多東西 一定要拿得很緊 所以我普通話有時候 我才會用一個Draft寫 靈感是來自於 看看你當時的歌 你寫了 你是想表達些什麼 好像我那次 最印象深刻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是作我自己的一首歌 《愛不時不愛的理由》 這首歌應該有很多聽眾 其實這首歌的曲風很寒感覺 很寒色 我知道這首歌的點擊率很高 有多少 其中一個內地網絡平台的網站 就已經有800萬左右 800萬 厲害 《愛不時不愛的理由》 對 《愛不時不愛的理由》 這首歌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剛開始在內地一plug 那個回響很大 很喜歡 那時這個音樂先鋒榜 就拿了它來作為我這個plug台的歌之一 很開心我那時可以在這個 音樂先鋒榜的榜裡面 拿到新人王 我覺得這個是令到我覺得 在音樂上如果真的是很好的音樂 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成績和回報 我覺得 是 實至名歸的 因為你本身真的 這些音樂 我聽它的旋律 旋律都是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音樂來講 你最重要就是旋律 你一進去 你就已經可以帶入你的旋律裡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音樂 旋律是第一 所以我很多時候作歌 其實如果我覺得旋律不好 我其實基本上會扔 是 因為我覺得旋律 第一如果你不好的話 你作出來也是很硬 是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如果我是一旦有那個音樂 很想作一首歌的時候 我才要走一轉 我自己的感覺一下 我自己的歌曲 看看要怎樣 整個鋪排 才會去作 才會去感受一下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在那個時刻 我不會硬去做這首歌 我相信因為你在音樂上的認真的態度 包括你 包括你的家人 上一次我們都合作過 你開一個演唱會 都要求到 有些什麼工具 後台有些什麼準備 都是真的灣區的一些聽眾的福氣 因為你在這裡一搞演唱會 立刻就爆場 個個都來 個個都很喜歡你 你可能人緣也好 謝謝你 Bosco哥 你很多時候都很支持我 很開心 我們當然支持 因為為什麼支持 支持一定就是支持 對音樂有Passion的人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都是不計回報 不計成本 有些時候我們做 真的不賺錢 真的是虧錢都要去做 絕對是 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我們可以留一個回憶 為了做好一件事 做到一個很開心的成就感 可能用錢買不到 絕對 我相信你一定是為了這件事 在你的音樂上面 因為你作一首歌 花那麼多精神時間 你根本就 不知道你有什麼回報 可以得到回來 是的 如果每件事都要計算 基本上音樂是很難做的 音樂真的是這樣 是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有這個興趣 音樂其實就是 一件事是可以 除了娛樂到自己之外 還有同時就給到很多不同 觀眾上的或者聽眾上的一種回響 真的 天龍 多謝你今天可以過來 我知道你很快就回香港了 又要發展一段時間 希望你可以很快 又回來我的節目 又和我們幾個兄弟一起 在這裡開幾場演唱會 給灣區的朋友可以一起欣賞一下 玩一下 好嗎 Thank you Bosco哥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祝你事業一路步步上升 三少天地 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和你們再在這裡見面 多謝 謝謝